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极哥 我们来测试一下iOS18.2的AI功能 哈喽GPT,早安 早安,今天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想聊的话题吗? 我最近有点想要吃牛排,附近有牛排馆吗? 在屏东县,您可以考虑去几家牛排馆 其中一个选择是米塔直烧牛排专门店 这里提供多种碳烤牛排 还有半自助式吃到饱的选项 适合的家庭聚会或者约会 店内的牛肉使用湿式熟成技术 肉质相当嫩滑 另外,您也可以试试公牛队牛排馆 这里的牛排选择多且有沙拉吧 能够让人吃得饱饱的 Bizzo,虽然价格稍微偏高 但品质值得一试 如果您对这些餐厅有兴趣 还想了解更多详情 可以告诉我 那我想要知道 关于iOS18.2的特点有哪些 iOS18.2的更新 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特性 首先,用户可以设置 新的默认拨打和信息应用 这在以前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你可以在设置中 找到一个新的默认应用部分 管理邮件、信息和通话 等应用程序的默认设置 另一个重要的更新是 Siri的Chat GPT集成 这个功能将使Siri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回答 包括世界知识和图像理解等 此外,苹果还推出了重新设计的邮件应用 它会自动将电子邮件分类 以便更好地管理日常邮件 最后,iOS18.2还引入了优先通知功能 确保重要信息能够及时呈现 这次更新预计将在2024年12月正式发布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可以查看相关的科技新闻 是的,我的更新确实让对话变得更加自然和流畅 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上下文和你的问题 提供更相关的回答 这一改进主要源于新技术和模型的进步 让我的回应更加贴近人类的交流方式 如果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或想讨论的话题 随时可以告诉我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不客气,很高兴能和你聊这些 如果你以后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讨论的话题 随时欢迎回来 拜拜